哈喽,大家好,我们来看看这个更丁 更丁如果你看图的话 他已经是三天,三天都是红色蜡烛 他已经三天里面,他也没有能力的 再去补这个缺口 就是这条阻力线,他没有能力站上去 第三点,他已经是跌破这个MA5天的移动平均 moving average5天,已经跌破了 三个红色蜡烛 所以,呃,在Ksian pattern里面呢 有一个名词叫做 呃,三字乌鸦 三字乌鸦,OK 当然他不是真的是 呃,Jacky the same 但是他已经是非常像这个三字乌鸦的这个图形 所以从常,当然不是 你听到乌鸦,你都知道不是好事 哎呀 嗯 他的支撑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缺口的一半 也就是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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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他的第一个支撑 4块6 4块6 是他第一个支撑 现在是4块6毛7 他不可以再跌破啊 再跌破的话 跌破这条 这send的话 也就是这个 切口的最低价 啊,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嗯 当然 种种迹象来讲呢 他 这个 但在技术分析来讲呢 他的图已经不漂亮了 OK 他应该会有一个 回调 然后再继续往上捅 嗯 如果你有意识要揭露的话 你可以等他 他回来的时候 止跌回升 这个位置 我不折战你啊 你要看到他回来 上去 在这边 有个青色的蜡烛 啊 这个 青色蜡烛出现的时候 你就可以 再度的去买入 呀 这个是一个信号来的 因为整体而言呢 他才是 MA20 才是往上的 看到吗 这边MA20 才是 在三层其实做 我们叫做 回调 买上涨吧 对不对 回来的时候 pullback的时候 我们把买入 然后呢 希望呢 他还会继续往上去 OK 这个就是我对 更丁的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